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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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质量 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 下意识心想失诚 然后就不躲地狱 稍微健康长熟 都有的 但是呢再健康 最后某一种病 是致命的病 这个是致不了的 再长熟 最后还是要走的 所以这个就是要想办法 超越这个轮回当中的 一个方法 因为没有找到这个 所以这些都叫做供佛 还不叫学佛 这都是供佛 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说我们不顺理的时候 工作不顺理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失心 需求的时候 我们去肖像拜佛 然后求佛 那么这个也不叫学佛 这叫做求佛 这是我们去求佛做的 求佛 能不能有加持 有加持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不顺理的时候 可以到庙里面去 烧像拜佛 求佛 都没问题的 或者在自己的家里 在佛堂里面呢 也可以求佛 都没有问题 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求释迦摩尼佛 求莲华尚大师 求这个独母 求菩萨 都可以的 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求佛菩萨 这个很正常的 但是呢 解脱 成佛 这些 还是我们自己去 学习 通过学习 才能够 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不是求 这个求得不到的 得不到这样子 求我们 比如说求佛 让我们学得更好 让我们学习 修行当中 没有什么阻碍 其实有帮助的 但是呢 这个真正的 这个智慧呢 还是要学习 才能够活得 不是求佛 才能够得到 所以这叫做求佛 前面的叫做 供佛 这个叫做求佛 都不叫学佛 那么 学佛是什么呢 就是向释迦摩尼佛 学习 这个就叫做学佛 向释迦摩尼 学习什么呢 我们学习什么 释迦摩尼的 什么东西呢 就是两个 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华阳经讲的 向佛陀的智慧学习 为什么 我们要超越轮回 所以向佛陀的 这个智慧学习 它才能够 让我们超越 第二个 向佛陀的 慈悲心学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不能脱离轮回 为什么不能脱离轮回 就是要 要利益众生 脱离了 没有办法利益众生 就像阿罗汉一样 脱离了以后 就没有办法 至少在一段时间当中 可以说是一个 相当长的时间当中 是没有办法 这个利益众生 但是最终 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 最终呢 阿罗汉 他也要学佛 他也要发 菩提心 最后他也要 进入大乘佛教 但是呢 在相当一段 长的时间当中 我们 没有办法 利益众生 所以 不能脱离 不能脱离 那么 不能脱离 什么东西 不让我们脱离呢 这个力量是什么 这个就是 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向 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 慈悲心学习 向释迦牟尼佛的 慈悲心学习 这叫做 学佛 这个就叫做 学大乘佛教 第一 我们 学 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 慈悲心 第二 我们 学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 指挥 这样子 才能够达到 刚才 花眼睛 这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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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那么 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各有各的 这个 修心的 修心的方法 像 汉传佛教 这个 超越轮回的方法 超越轮回的方法 就是 像禅宗 讲的一样 就像禅宗里面 讲的是 最殊胜 最殊胜的 方法 这个就是 禅宗的 这些思想呢 其实 都是 藏传佛教里面 讲的 密法的 思想 完全是 一致 就像 大元曼的 一部分 还有这个 嘎居派的 大收音 当中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禅宗 当 当初 马尔巴大使 从 淫毒 去 求血 的时候呢 他就有 当时他就得了 两种 大收音的传承 两种传承 两种传承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需要 关钉的 需要 关钉的 那么 他的 大部分的 这个 他的 移局 这些 经书 他的根据 证据的 这些 经书 都是密法 从密法当中来的 另外一部分 的大收音呢 他不需要 关钉的 不需要 关钉 那么 他的 这个 移局 不是 密法 而是 正好是 先宗的 就像 大涅槃经 还有就是 如能切经 等等 这些 正好就是 禅宗的 移局 禅宗就是 依靠这些 佛经 然后当时 马尔巴大使 有两种 这样子的 这个 大收音的传承 那么 这两种传承 在藏传佛教里面 都是归纳为 密法的 密法的 部分 但是后来呢 因为 因为这个 在藏传佛教里面 有关钉的 这密法 很兴盛的 所以呢 就 后来 就创下来的 就是 现在 这个 大多数的 就像 恒河大收音 很多很多的 收音 大收音 它是 需要关钉的 这部分 这部分就 穿下来了 穿得比较广 不需要 关钉的 这个就 穿得 不是很广 其实不需要 关钉的 这个 实际上 这是大摩诸石 在中国 穿的 在汉地 穿的 这个 这个大收音 真好是 马尔巴大使的 这个收音 那么 其实这个就是 密法里面 密法 它是密法的 它用的一句 都是先宗的 经典 但是这个 先宗的经典呢 比如说 大约门 大约门 像尼玛派的 大约门 七包章 是最高的 大约门的 这些 孰籍 轮典 那么 这些论典当中 经常都用 很多很多 先宗的 第三转法轮 当中 讲的 关于如来藏的 很多的 这些 佛经 它经常也 引用这些 佛经 它的 这个 它的真局 它的依局 是 先宗的法 但是它的 真物的方法呢 是密宗的方法 所以 禅宗的这个 真物的方法 禅华头的 这种方法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 一般的 一般的 这个 显宗的方法 这是密法的方法 是密法里面的 方法 所以 这个 汉传佛教呢 它第一个 这是有一个 非常超级好的 一个方法 一个这样子的方法 这是 让我们 超约 这个 这个 轮回的 但是把这个 轮回当中 纳回来 这个需要一个 具体的方法 那么 这个方法呢 有 这个 整个 达成佛教里面 有 但是 在汉传佛教里面呢 我就是 没有看到一个 像 藏传佛教里面 讲的 藏传佛教的 这种 菩提心 这样子的 修法 没有看到 但是呢 有修 汉传佛教 也在修 虽然没有 虽然不是 这样子的方法 但是呢 就像花园经里面 这样的 为了度化一切众生 我要成佛 这个再修 那么 他用这样子的方法 去 这个达到 刚才讲的 花园经的 思想 那么 藏传佛教呢 宗卡巴大师 把 整个藏传佛教的 整个藏传佛教 先宗和密宗的 所有的 金花 就归纳为 三个 核心的 要点 这个就叫做 三主要刀 刀 有很多种 刀有很多种 但是这个当中 有最最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 就有三个刀 这三个刀 是不能没有的 如果有了 这三个刀 不需要更多的 其他的 都完全可以归纳 在这个三个刀当中 如果这三个刀当中 其中一个不存在 一个缺乏 那么就是 这个刀 就不完整 不完整 不能大刀 刚才 花园经当中 这样的 基潮约 不脱离的 这种境界 所以 宗卡巴大师 把这个 整个藏传佛教的 宪宗和密宗的思想 三个要点 第一个 就是 出离心 第一个是出离心 出离心呢 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呢 就是 给我们 一个 学佛的一个方向 方向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就有三个选择 学佛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呢 为了健康啊 为了长寿啊 为了发财啊 就是为了这些事情 反正就是 为了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 离一而 学佛 学的方法呢 实际上不是学佛 我们以为在学佛 其实这个方法不是学佛 其实 就是 求佛和功佛 方法是什么呢 方法是求佛和功佛 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根本不是解脱 目标就是 为了更好的生活 为了更好的生活 目标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方法就是 供佛和求佛 那么 这个里面呢 不管它的目标 发心 或者是它的方法里面呢 没有佛 佛教的真正的东西 这里面没有佛教真正的东西 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就是佛法 这个非常的遗憾啊 我们非常的遗憾 这是我觉得 佛教图的最大的遗憾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 全全球 尤其是就是东南亚 这个地方 很多地方都有 太多太多的 非常庄严的 宏大的这些 佛教的建筑物 特别特别的多 但是在这些建筑物当中呢 真正的 真正的佛法 就没有太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没有太多的这个 身材 僧人 身材 缺乏身材 然后 缺乏身材了以后呢 这些佛的这些 像花眼睛 这些里面讲的 这么好的东西呢 它永远都停留在 在仓金楼里面 没有人去看 有人去攻 有人去求 有人去拜 但是没有人去学 没有人去学 然后 更没有人去穿 更没有人去穿 然后 更没有人去乌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徐云老和尚的 这些开始 大家都看得出来 禅宗 其实实际上 也是 就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地步 这个很清楚 大家看看 徐云老和尚的 这些开始呀 参禅的人 多 但是呢 真正的证悟的人 就是不多 然后我们现在呢 现在这个时候呢 徐云老和尚 这个时候 可能是参禅的人多 但是现在 连参禅的人 也不是很多 我们藏传佛教也是 修行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学习的人呢 还是有 学习的人有 如果有学习的人 还是我们 有一种希望 为什么 只要有人学习 那么 有人知道这个方法 有人知道方法 那么知道这个方法 这方法可以告诉大家 大家也就明白 这个方法 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么多人当中呢 肯定是有很多人 想去做 这个不可能所有人都不想 不想去做 不可能所有人都不去修行 至少有一部分人 是一定会很认真的去做的 只不过这些人 还没有 还没有找到方向 还没有学到方法 如果学到方法 一部分人一定会投入的 那么一部分人投入 比如说十个人去学的话 那么这个当中呢 可能有十五个五六个人 还是最后会证悟啊 所以还是会有希望的 所以我们 这个不要求佛和这个 供佛当作学佛 我们佛教徒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 否则的话 我们就是自以为学佛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就学了一辈子的佛 我们所有的学佛 搞了一辈子 最后根本没有学佛 那这样子多遗憾啊 非常的遗憾 所以我们还是要 这个要学佛 中天应该放在学佛 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或者是偶尔也可以去供佛 平时我们当然为了 为了证悟 我们当然经常都可以供佛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为了现实生活的 利益和健康 健康和长寿 偶尔我们去供佛 没有问题的 拜佛也没有问题 求佛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如果只有这一点 其他没有 那这是最遗憾的 所以我们希望 所有的佛教徒 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呢 我们对佛有缘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 他远起的时候啊 就是说了一句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 远起的时候 给阿南说 他说 我给你这样一个故事 比如说 有一个商人 做生意的 然后呢 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他的这个 他武力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金银珠宝 有很多很多 然后呢 他快要死的时候 他快要死的时候呢 然后他把他的 就这个身边的几个儿子 儿子 儿女 叫过来 交代他们 但是他有很多儿女 有些人还不在 然后给他们说 我的这些 我一辈子 赚的这些钱 然后呢 我有很多很多的儿女 那么有些人呢 他们出去了 还没有回来 还没有回来 我可能 等不及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今天 我把这些金银珠宝 全部交给你们 那么一部分是你们的 一部分是你们的 然后另外的一部分呢 就是 那些出去还没有回来的 那些 那些人的 他们都是我的儿女 那么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 我的这些东西 要给他们 他说 这些人呢 也是 因为是我的儿女 这样子 这个商人 他死了 那么佛就是说 现在 现在 今天 这个商人是谁 佛就是说 我 我就是这个商人 我要冤击了 那么我的这些发 现在 就是交给阿南了 就交给你 那么 一部分 是你的 一部分是你的 但是 更多的呢 是 未来还有太多太多的人 那么 那些人呢 我在 就是在 多事累劫当中 在成千上万年当中呢 我 想了一切办法 想了一切办法 就是 给他们的心理 剥下了这个 解脱的中子 剥了解脱的中子 但是因为他们 造了很多的罪 他们现在 有些人还在地狱里面 有些人还在这个 旁生当中 动物里面 有些人还在 天洁 他们还没有 回来 他们还没有机会 相守 这些东西 但是呢 因为我给他们 剥了这个中子 他们总有一天 他一定会来的 这些人一定会来的 那么 来的时候呢 你把这些法 一定要交给他们 一定要传给他们 这是 佛陀给阿南说 然后佛陀有另外一个 非常出名的一句话 就是说 佛愿寂的时候 给阿南讲 我今天把我的所有的法 所有的佛法 交给你 那么除了 般若波罗蜜多 这个佛经 以外的这些佛法 全部都损坏了 全部都失传了 我不责怪你 不责怪你 但是如果在这个 般若波罗蜜多当中 一句话失传了 一句话损坏了 我得要招你 我要责怪你 这是佛 给阿南说的大乘的经典里面 到现在都有的 大家可以去看 意思就是说 整个释迦牟尼佛的 八万四千的法门 都不如 这个波罗蜜多 因为这是佛的 最最最精华的东西 最精华的东西 这个我们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释迦牟尼佛 原济以后 两千五百多年 多年以后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都回来了 那就是我们今天 都是当年释迦牟尼佛 在的时候 就出去的这些 出缘门的这些 他的儿女 就是我们 我们那个释迦牟尼佛 在的时候 他穿法的时候 我们不在 我们没有福报 亲眼见到释迦牟尼佛 亲耳听到佛的 这些传法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不在 但是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 还没有成佛之前 他给我们的心里 就剥下了 这样子的中子 这个中子 今天成熟了 今天我们成熟了 我们回来了 但是佛已经走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 佛不在了 佛不在了 但是呢 那现在佛的这个工作呢 谁来做呢 第一个就是阿难 然后一代一代一代穿下来 到我们现在 我们的上师 我们的师父 就帮佛 把当时佛 留下来的这些 佛陀的 他的这些遗产 现在他们来 就送给我们 要他们来交给我们 我们今天都回来了 我们回来的这么晚 就登了2500多年 登了2500多年 但是我们还是终于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有权利 有资格去 照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 就是我们的父亲 他留下来的 最珍贵 最珍贵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有这个资格去要 但是我们不懂这一点 我们不知道 佛的真正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 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传家宝 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还是去烧香 拜佛 就是这样子 这个多遗憾啊 那大家想想 就像一个这样子的父亲 他去世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值钱的 这些金银珠宝 留下来了 那么他出园门的这些儿女 回来了以后呢 他们不知道 他们的父亲 给他们留下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呢 就不去 不去要 这东西 然后他们很贫穷 这样子很 这样子很遗憾的事情 所以我们 今天就是 也有资格 也应该去寻找 当年 这位父亲 留下来的这个传家宝 这个我们有资格的 但是呢 我们 不懂 所以我们就是 就 所谓的学佛 就根本没有去学 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寻找 这个传家宝 这个是非常遗憾的 但是没关系 我们今天回来了以后呢 我们还是知道了 我们的父亲 去世的时候呢 给我们 就是有一个 传家宝 就放在一个人的手里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去找 我们现在要去找这个人 也可以 现在也不晚的 也来得及 也来得及 所以 那么传家宝是什么呢 传家宝 就是佛的空心 就像佛的空心 我们现在 父母去世了以后呢 所有的儿女都跑来 去挣 父母的房子呀 然后父母都稍微 有一点这个存款的话 就我们去 所有儿女 平时 父母在世的时候 就根本不管 然后 死了以后呢 大家都去挣这个房子呀 家产啊 那现在 现在大家要去挣 释迦牟尼佛的这些财产 遗产 是什么呢 就是空心 证悟空心 当时释迦牟尼佛 特意地 交代了这个阿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是什么呢 就是大乘佛教的 核心的精神 就是菩提心 当时释迦牟尼佛也说 像称佛的人 不要去学太多的法 也不需要去 学太多的法 就学一个法 一个法是什么呢 就是大悲心 一个法就是大悲心 悲心和大悲心 有什么区别呢 大悲心就是像 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的 这种大悲心 不但是有慈悲心 而且这个慈悲心 让它 投入到 离异终生的 这个工作当中 这个 也就是说 菩萨的 这个慈悲心 才叫做大悲心 才叫做大悲心 所以我们 现在 就要做这两件事 希望大家 我们像学佛 有照不到 一会儿有去送经 一会儿有去磕头 然后一会儿有去念佛 一会儿有去参参 然后最后 什么都搞不定 这样子的 这个学佛呢 其实是没有方向的 学佛 不对的 念佛 净土种 非常好 就是要学 就是认认真正的学 或者是修禅 那当然非常好了 这非常了不起的法门 认真的去学 学藏传佛教 也一样的 这非常了不起的佛法 也可以就是学 认真的去学 我们学藏传佛教 现在就是一会儿 活功 灰功 这些新史的话的 这些东西太多太多 然后我们走水炉发挥 内滩要多少钱 米滩要多少钱 外滩要多少钱 在外面要多少钱 全部都是跟钱有关系 没有钱 我们进不了 这就像当年印度的 印度的这种四中阶级 分得非常清楚的 所以印度的地层的人 他永远都不知道 他信仰的身 是长什么样子 他永远都不知道 他供奉 或者是他相信的 他崇拜的身 是什么样子 他永远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低层 他没有权利进入 他们的这个神苗 所以有些人 他永远都 永远都没有 没有办法 进入这个 他的神苗 为什么 因为他的阶级 层次低 那么我们有些人 也没办法进入 米滩呢 雷滩呢 为什么 他没有钱呢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啊 汉传佛教高地 也特别的厉害 然后我开玩笑说 就是前几天啊 比如说 我们藏传佛教 在买包品 然后我问他们 买包品多少钱 他们说 他们的标价是250 我就是说 这个错了 不能这样子标价 人家很聪明的人啊 少偷像高像的时候 汉传佛教的寺庙 这数字多好啊 多激励啊 999块钱 9999块钱 8888块钱 6666块钱 我们的250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不了解这个文化 所以200 不多不少 就是250 我就说 如果你要买的话 要不就是260块钱 要不就是240块钱 不要买255 这个卖不出去的 所以啊 大家以后尽量 大家不要去搞这些 我们还是要去寻找 当年 这个佛教 所有佛教徒的 他的父亲 给我们留下来的 这个传家宝在哪里 我们就去找这个 灵坛进不去 没关系的 密坛进不去 没关系 不进了 然后这个包拼买不起了 算了 不买了 烧头像 烧高相 没有那么多的钱 没关系 不烧了 我们去找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当年 留下来的东西 是什么 我们去找这个 这个找到就够了 就够了 你看 其实你们都是 不想买的 你看 不想买的话 你们不买就可以了 为什么有这种 头香高香 这样子的说法呢 就是因为我们去枪这个 所以人家 想出一个办法 好 就是要实际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呢 就把这个一个香 其实是一种香 包装的好一点 有些香呢 好像有四五米高 有些香 但是这个香 又这么高 有什么用呢 这不就是 更加的 四秒的 环境污染 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 香不是高 和大来分 而是以 什么样的心态 去烧香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真的 释迦牟尼佛 是一个 一个普通的人 我们给他烧香 如果他 万一他高兴的话 那根本不是 两米五米的问题了 而是 为了一切终生 我就 就烧一根 很小很小的 一个 一根香 那他肯定是 非常的高兴 为了 这个 炫耀 虚荣 这样子的 这个 心态 去烧 投降高相 没有的 投降高相 汉传佛教 香起来的 香出来的 包拼 藏传佛教 香出来的 香出来的 那给我们的 这些东西呢 有些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 像卖包 品酒 卖 香 烧高相 也可以 但是这些都不是 中殿 中殿 我们要去 照 释迦牟 某女佛 当时给我们 留下来的 这个 川家包 在谁的手里 我们应该去 我们有资格 虽然是 回来的 比较晚 就 两千五百年了 但是我们 终于还是 回来了 那么 既然回来了呢 那我有 资格去 要我 父亲 给我留下来的 东西呀 有资格呀 为什么我不去 咬这些东西 然后就 烧香 白佛 天天都 停留在这些地方 这是我们的错 不能这样子 走这样子 错误的路 烧香 也适当的 可以烧 白佛 当然是很好了 我们修 无价心的时候 也要拜 十万个 不是两个 三个 但是呢 这个心态 就不一样了 心态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 无价心里面呢 也要供 曼陀罗呀 那为什么 要供呢 这个跟刚才 不一样 是什么原因 那就是 菩提性的基础上 供就不一样了 所以 藏传佛教里面呢 把宗喀巴达什 把整个的 这个学佛的方法 它就归纳为三个 第一个就出力性 我刚才讲了 如果我们有了出力性 然后我们的学佛 就有一个方向 比如说 本来我们在走一个 另外一条路 然后这个出力性 让我们 这个方向啊 就转变了 让我们走另外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呢 原来我们走的路 就是 韶相拜佛这样子的路 那么 有了出力性以后呢 它 从此 让我们 去 去寻找 当年 我们的 父亲 留下来的 这个遗产 这个传家宝 让我们 就寻找 这个路 让我们 周上 寻找这条路 这个是出力性 这叫做出力性 如果没有出力性呢 那我们不去 不去走这条路 我们一直都在 为了 健康啊 为了长寿啊 就是一直都走这条路 不走 训保的 这条路 走不了的 所以出力 其实出力 刚才华严经讲的 不着于事 不着于事 就是 不要走在这个 执着 不要六转 这个轮回 那么这就是要出力性 首先 从心开始 如果我们的心 执着这个轮回 那我们可以说 我不执着 我要解脱 但是呢 心在执着 解脱不了的 然后我们的身体呢 跟着我们的心 行动 所以就更加的 没有办法 所以 首先 不是身体要处理 首先 心 要处理 所以这个叫做 出力性 如果没有出力性 那么 华严经当中 讲的 不着于事 这个根本 没办法做到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宗喀巴大师讲的 三重要道里面的 就是 菩提心 第二个主要道 就是菩提心 那么这个菩提心呢 刚才华严经讲的 不脱离 不脱离 如果没有菩提心 那我们就像 小乘佛教的 阿罗汉 和圆居一样 彻底的脱离了 就像 月丘 它彻底的脱离 这个地球 就彻底脱离 走远 走向这个 宇宙 外太空 一样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 这个 菩提心的话 那我们 根本就没有办法 在这个 正常的 轨道上 云转 没有这样子的力量 就只有 只有彻底的脱离了 那这样子 利益不了终生 这个不是 达成佛教的 目的 所以 如果在 这个 轨道上 运转 那就必须要 有这个 菩提心 把它拉回来 不要走远 所以 第二 张传佛教的 第二个 核心的思想 就是 菩提心 出离心 菩提心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 正悟空心 正悟空心 刚才 华严经 讲到了 出离心 其实是 让我们的 心 往这个方面 向 而已 实际上 现在还没有 做到 只不过 自己的方向 是解脱 去寻找 这个佛陀 给我们留下来的 征法 或者是 这些儿女的 父亲 给他留下来的 这个家餐 他去 寻找这条路 就是一个 就是建立了一个 这样子的目标而已 实际上还没有走 那么 真正的走上这条路 就是要 真悟空心 真悟空心 所以 张传佛教的 第三个要点呢 就是 真悟空心 所以 不管这个 尼玛 嘎居 撒迦 还有这个 哥鲁 绝囊 凡是张传佛教 都是 任何一个 张传佛教 没有一个是 不讲这个 三主要道的 虽然是 三主要道是 宗卡巴大师 写的 宗卡巴大师 是 哥鲁牌 但是这个 发 他讲的这个 发 是所有 张传佛教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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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标准 就是这个 如果没有 这三个 比如说 撒迦牌的 李斯坦 李斯坦 实际上 就是这个 三主要道 三主要道 然后 刚伯巴大师的 圣道 宝马伦伦 嘎居牌的 也就是围绕着 这三个讲的 就围绕这三个讲 所以我们 学 藏传佛教的 学藏传佛教 在台湾 学藏传佛教的 这个 笛姿 也就 希望 从此以后 我们 建设 买包拼 活功 回功 活功 活功和回功 它本质 如果我们 会做的话 那么 活功 当然是一个 非常非常 好的 一个发门 它也不叫一种 发门 但是它是一种 其中一个方法 应该叫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非常好 但是呢 它有很多的 前提的条件 我想我们 大部分的人 都不会做 然后 回功呢 也就是 学迷的人 必须要做的 忏悔自己的追过呀 各方面都非常 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 现在把这些东西 越高越新式化 越高越新式化 越来越脱离 它的核心的东西 它的真正的意思 以后呢 它就是 最后就是一个 变相的 商业化的手段 那这样子 当然不能学了 学了也没有意思 所以 这些 尽量的减少 然后呢 不管是学 汉传佛教 学藏传佛教 大家一起 学出离心 学菩提心 学正悟空心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 华严经 在汉传佛教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过去汉传佛教 比较新神的时候呢 就专门有一个发门 就是 这个华严宗 在研究 在修 那么 藏传佛教里面 也有这个 藏文的 华严经 在藏传佛教里面 这个华严经的地位 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它就是 这是一个 一个大乘佛教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经典 那么 这个经典 刚才我们也念了 大家也知道了 但是 怎么样去落实呢 怎么样去修呢 还是需要一个 另外一个方法 一个具体的方法 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一个要求 要怎么样 怎么样去做 或者是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 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怎么样 达到这个目标 它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需要一个方法 这叫做 菩提心的修法 藏传佛教的 吴家心 里面的菩提心的修法 就是这个修法 菩提心的修法 然后证悟空心 需要一个具体的方法 那这个具体的方法呢 就像禅宗的这个禅 禅 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 而且是一个 很高端的方法 然后呢 藏传佛教里面 这种方法 特别特别的多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有逻辑推力的方法 有起埋明殿的方法 有像禅宗这样子 经下来的方法 还有太多太多的 方法 都是如果勇得好 都能够达到最重的这个目标 那么它最重的目标 就是正悟空心 这三个 出力性 菩提心 正悟空心 三个都有具体的修行的方法 出力性的修行的方法 叫做思加心 然后菩提心的修行的方法 是吴家心里面的其中一个 正悟空心呢 然后大悦 大首音呢 各种各样 太多太多的这个方法 任何一个法门 都可以的 这个没有高低 人的根基 有高低 法 它没有高低 佛法没有高低 只有人的根基 有高低 所以 有些法 人 根基比较高一点的人 比较适合 有些法门呢 根基比较差一点的人 比较适合 只有人的根基 有高低 佛法是没有高低 佛法没有高低 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平时 比如说 比较 比较 根基比较成熟的人 适合的法 我们平时都讲 比较高的法门 大家都认为是比较高的法门 但其实也不是 如果这个用到 根基差的人的身上 根本就不起作用的 然后根基比较差的人 用的这些法门 我们平时都认为 这是比较差的法门 但是也不一定差 如果这种法门 用到根基比较高的人的身上 也就是用不上的 所以各有各的长处 各有各的作用 所以人的根基有高低 有上下 有成熟和不成熟 这样子的区别 释迦牟尼佛的思乡 是没有成熟不成熟的区别 法门有高低 这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 最后就是希望大家 要找到佛教的 这个精化 我今天为什么 用这个 花言经来给大家讲呢 如果我到这个地方来讲 什么什么是佛教的精化 这是佛教精化 这个是佛 那个是佛教精化 你们也许 也不一定相信 但是花言经讲了 这个是代表佛 那么 除非是不承认佛法 否则 这个是我们不能不接受的 所以佛教的终点 也就是这么两个 指挥和慈悲 它的作用 也就这么两个 超越时间 不脱离轮回 或者是超越时间 不脱离时间 其实就这个 这两个 这叫做 在大乘佛教里面 就叫做 勿逐涅槃 勿逐 安逐 安逐的 意思 勿逐就是 不在于极端 极端是什么呢 小乘佛教的 它就 绝对的这个涅槃 它就是一个极端 彻底的涅槃了 就走向一个极端 所以 不足于 这样子的涅槃 还是在这个 中间的道路上 它既涅槃 又不绝对的涅槃 这是大乘佛教 要的 它大乘佛教 需要达到的目标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想达到这个目标 那我们修什么呢 首先 修出离心 出离心是 这两个的基础 正悟空心 也要出离心 菩提心 也要出离心 如果我们从 世俗哄成的这种 欲望 稍稍放一下 禅宗也 讲放下 如果我们 这个一点都不放下 那根本就没有 没有办法 正悟空心 菩提心 根本没办法 所以 所以在这个 世俗当中 我们把有些东西 适当的 要放下一点点 放下一点 才有机会 思考 出这个 追求更高的东西 比如说 非常的简单 我们 我们 一直都认为 这个 金钱 民生 权利 是我们的 在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 是最高最高的 就是最高的位置 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一定会 用一辈子的时间 去追求这些 根本就没有去 没有时间去追求 什么更高的东西了 没有的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 稍微要调整一下 所以这些东西 要稍微 他们的低位 稍微要放低一点 那这个就是 出力性的作用 稍微放低一点 如果这个 一直都 他们的位置 在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 一直都这么搞的话 那就根本没有办法 去修空性 政务空性 根本没有这样子的 想法 我们的心思 根本不在于这些上面 所以通过 出力性的方法 把他们的位置 稍微要 稍微放低一点 比如说 你有金钱 可以用 有民生 没有问题 有权力 可以用 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 要稍微要改变一点 要稍微放低一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 会产生一些 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会发现 更有用的东西 这时候 我们一定会去追求他们 所以出力性 是他们的 最基本的基础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修菩提心 就这些了 这个我们 菩提心的具体的修法 空性的具体的修法 今天不讲 我们还有其他的课里面 可以讲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大乘佛教的核心是什么 花言经当中 怎么讲的 然后呢 我们要达到这个 花言经的这个境界 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渠道 我们要从哪里入手 今天就是讲这些 那怎么样入手 具体的方法是什么 那就是实际到具体的修法 这个叫做空性的修法 和这个菩提心的修法 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课程当中 有安排 到时候可以给大家介绍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非常的感谢 然后呢 我们如果 对 时间有点点超过了 但是我们就用五分钟的时间 用五分钟的时间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闻 我们可以交流 然后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是闻不完的 其他的呢 我们可以生下来的问题 就明天可以继续闻 华言入法界品 是先有佛 还是先有世界 这个我们这么说 如果我们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这个佛是 指的是释迦牟尼佛的话 那肯定是先有世界 先有地球 先有印度 然后先有加比罗维国 然后有金方王 然后才有释迦牟尼佛 那肯定是先有 如果这个佛 那指的是另外一个佛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 比如说前佛 也可以这么说 这个前佛 这一个大戒当中 会出现一千尊佛 如果对这个一千尊佛来说呢 当然是先有世界 然后有佛 如果没有世界 这些佛住在哪里呢 没地方住了 是这个意思吧 好好好 好 职戒最重要 职戒最重要 但在入中论中 佛提到 如职戒非常亲近 但对于我职 及我所职 没有断除 那算是犯善户戒 所以到底 职戒是最重要 还是证悟无我空性 比较重要 还是有它的次第 如中论里面讲的这个 翻戒 它的标准不一样的 它讲的这个翻戒 是我们比如说 别戒脱戒 比如说 居士无戒 菩萨戒 这些的翻和不翻 翻戒和不翻戒 它有一个 它自己的戒线 这个戒线跟如中论里面讲的 这个翻戒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的翻和不翻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从空性的角度讲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 守比丘戒 一辈子 没有翻过任何一条戒 非常非常亲近的话 那么这个人 如果没有证悟空性的话 那么从戒旅 从我们的这个 别戒脱戒的角度来讲 这个根本没有翻戒 是亲近的戒旅 但是从证悟空性 证悟和不证悟 从这个角度讲 它是对戒旅 有稍微有一点点执着 那它觉得这个是 其实不亲近了 它是这个标准很高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这个戒旅是不亲近的 但是这个不亲近呢 不等于别戒脱的不亲近 所以这两个是 两个不同的层次 两个不同的表准 所以是不矛盾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在别戒脱戒里面 讲的按照这个去做就可以了 另外这个如中论里面讲的呢 它是很高的标准 这个我们证悟了空性以后 才有这种清净的戒律 但是没有的 但是呢 这个没问题的 脱离轮回的心 是不是也是一种欲望执着 脱离轮回的心 它也是一种欲望 某种程度上讲 也是执着 但是这个执着是 我们的修行的动力 所以暂时不能放的 暂时不能放的 以后这个也要放下 比如说我们乘船读河 到了河中间的时候呢 这个船就不能放弃了 所以到了以后呢 到达碧岸以后呢 你可以放下 你可以不要 但是在河中间 千万不要放弃船 许多上师都说 要先生起初离心 但一直生不起初离心 生不起初离心 该怎么办是吧 这个要修四家心 如果四家心 修人真一点的话 一定会有初离心 初离心呢 我们刚才讲的 初离心 菩提心 正午空心 这三个当中啊 就比较容易的是初离心 最难的是正午空心 其次就是菩提心 初离心其实不难的 就好好修四家心 具体的方法就是修四家心 一定一定会生起 这个不会很难的 到这里为止 那我们要做一个回向 我们现在开始做回向 看看这个里面有什么回向 最后一句话 只有一个节子 这个是非常有加持的 释迦牟尼佛清口说的一个回向集 我们念这个回向就可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能的一堂九十八年 同年你不站能半血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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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银行账号银行贷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 001 198 660 012 001 198 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100万倍 慈陪至夜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摘戒继礼拜大碑灿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 989 9319 03 989 9319 03 989 8686 03 989 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摘法医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持戒地人天 忏悔除罪障 放生解冤结 福寿广增严 慈悲至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摘戒 护生即礼拜大碑灿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 9319 03989 9319 03989 8686 03989 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摘法医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建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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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